年度字我們常常講 可是也有一些媒體或者是學校 他們覺得說有一些字實在是浮浮 浮浪到一個地步 他們希望把這些字能夠把我們的語言中排除掉 OK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英文一集讀 那你可以想像這個 也比較接近我們中文有時候講語言癌 這個語言癌好像也不是同一個概念 可是總之就是一些字 我們一些詞太常聽到 以至於你覺得很煩了 能不能把它從我們daily的Vernacular丟掉 這樣像我最近聽到很煩就是BBQ 就好這個東西BBQ了 這比較年輕人在說 或者OK我聽的也很煩 說實在的OK是可以 OK就英文 那他們要把它唸成OK 聽得很煩 好anyway 所以這裡說了幾個 就是這西方人會覺得 因為這個投票選出來 就是聽了已經很膩的一些詞 包括了我先讀幾個gold inflection point quiet quitting 所以這些字應該要被banish掉 所以他們事實上每年都有在compile一個 匯整一個這樣的一個清單 那今年的清單或者應該講去年的清單就是 鋼子是三個但還有其他的 所以我今天標題講的是放過山羊 為什麼講山羊 因為就gold這個字 我們現在真的很常講 就不要再提山羊了 那這山羊其實當然不是山羊 不過他今天用的一個圖也是山羊就是 這個講的gold其實是一個字的縮寫 OK 那他的縮寫呢 就叫做 他其實 好我直接把他打出來也可以 簡單的多 greatest of all time 時尚最強 像世界盃去年踢完 那踢完之後可能就會有人想說 啊梅西到底是不是現在 我們所公認的時尚最強呢 有沒有比球王比利或者是馬拉杜納還要厲害呢 那這都是跟他會討論的東西 所以所謂的史上最強就是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所以你會看到西方人問說 is Messi the goat 直接講gold了 就is Messi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就把greatest of all time 直接省成了gold 好那總之 這邊是個大學說 不要啦 看得很膩了 拜託了 OK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其實做過quiet quitting 安靜辭職 好像講的不止一集 甚至講過一些他的spinoff的一些其他的term 那他們這裡也說quiet quitting 已經看得很煩很膩了 不要再講了 好那fine 那再來還有一些其他的 就包括有inflection point 這個事實上我也不是很常接觸到這個字 所以可見我的英文還真的有待加強 但他們認為inflection point 在媒體上文化上一般世俗用語上 已經常見到讓人不爽了 所以我們就介紹一下這所謂的inflection point 是什麼 因為把它翻成中文可以翻成轉折點 那我一開始去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我會想說轉折點 那跟轉類點不就差不多嗎 後來發現不對 真的不對 因為我其實是熟悉轉類點的 轉類點希望你知道是什麼 就是我們講說人生中的轉類點 那經過轉類點你可能就人生大變 例如說你對於奮發向上的態度 有了180度的轉變或什麼這些的 這叫轉類點 那這個叫做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非常清楚turning point 我們直接往下看好了先 所以這裡寫了一個轉類點叫turning point 那轉折點這裡講的inflection point 可是還有一個point一定要說的 叫做tipping point 那這個tipping point 你去看翻譯 它也叫做轉折點 tipping point 可是跟inflation point真的是不同的 我這裡先給你看一下 我找出來了 inflation point要怎麼翻 inflation其實講的是那個 我們在圖表中 像例如說你現在有一個 有個這種一個坡的形狀 然後到了一個地方 轉成是另外一個形狀 我在螢幕上畫一下 所以一轉成一個concave up的時候 所以就叫concave down 就是我們講說一個圓弧 然後是往下的concave down 那如果變成往上的concave up 那在轉的部分 我們就叫它inflation point 那我讀一下這邊跟你說說 in business在商業上他們說 a time of significant change in a situation 所以在一個處境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a time of significant change in a situation OK 那它這裡也講了turning point這個字 等於算它用轉類點也去修飾它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 我會覺得是有點不一樣的 但我相信也應該有很多人直接把turning point 改成inflation point也是有可能的啦 這樣 那下面一個造句 the economy has crossed an inflection point and is poised for bigger things OK 那inflation這個字再多講一下下 它還有另外一些額外的意思 就是像我們講詞類變化 例如說B動詞 我的話是am 你的話是are 所以you are I am he跟she是is 對不對 複數的they是are 這就叫做B動詞的inflection 好 所以這種磁線變化 或者貓的單數叫cat 貓的複數是cats 加個s在後面 right 那dish是單數 dishes是複數 所以這也是一種 dash這個詞的 就詞類的inflection 名詞的inflection 好 所以inflation還有這個字 變化 好 詞類變化 還有就是在講音樂啦 或者就一般 一般聲音上講的聲調 唱歌的時候 你會在尾音 每一句的尾音 多加一個花腔 或什麼這些的 或往上往下不同的 一般講的是往上往下 花腔大概不算 所以這種往上往下的變化調整 這個也叫做inflection inflection 所以總之你大概可以理解 inflection就是有轉的一種概念 就是 好 那跟turning point 當然你會覺得好像是有點像的 好 像我可以說 19年的時候 我開始做youtube 那真的就是我人生中的轉類點 我發現這個給了我的人生 極大的意義 so 2019 was a major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我會用turning point 因為我所習慣的轉類點是turning point 那會不會現代人已經可能把它改成 2019 was an important inflection point in my life 說不定有人這樣講 ok說不定 好 那我們剛還沒說完 inflection point跟tipping point不一樣 所以這邊讓你讀一下 tipping point的重點大概在哪裡 因為tipping這個字當然是tip這個字的變化 那這個tip就是倒掉 就倒塌的那個倒 tip over ok tip over是一個動詞片語 就倒下來這樣子 例如一個鍋子放在 你的這個流理台的邊邊 然後它就tip over之類的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讀一下 所以 a tipping point is where an unstable physical object like a seesaw tips 所以tipping point就是 一個本來就不太穩定的一個物理的東西 好比說是一個敲敲板 然後開始tip right 敲敲板本來就可以tip 對不對 好 那但是inflection point an inflection point is a point on a continuous plane curve at which the curve changes from being concave to convex 所以我剛剛說的 一個弧 圓弧 數據上 或者是在圖表上的 它突然間從往上變成往下或之類的 或顛倒過來 or vice versa 這叫做inflection point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東西倒掉的概念的 所以tipping point跟inflection point不同 大概在這裡 ok 那我也看了一下這邊有個中文的表達 就是tipping point指的是 事情即將發生重大的變化的轉折點 意思是某個狀況或局面 從量變到質變的時候 一觸即發的臨界點 說的好fancy 那一旦過了這個時間點就無法挽回了 yeah 所以像我們講例如說氣象學好了 或者氣候變遷的概念 我們會不會污染環境到一個程度 結果就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天氣上的變化 so that would be a tipping point ok 因為就像一個東西翻倒了覆水難收了 um alright 所以排放涼環蛋排放到一個程度 然後冰塊融化到一個程度 然後什麼什麼地方開始發生了大岩水 that's the tipping point ok 或者冰塊 就北極南極的冰融化到一個程度 到某兩個冰山開始 砰整個分裂掉 然後造成了接下來天崩地裂的一些變化 that's the tipping point 我們就不會叫那個東西inflection point no ok 好 所以希望這個講得是夠清楚了 來我們其實還有好多東西要講 我們今天可能這集做的會有點長 所以他這也有講到這幾個詞呢 他要不就錯誤的使用 或者過度使用 或者根本就是沒屁用 所以這三個字都看一下 所以他們這些評論的人 這些judges they deem these words misused overused or simply useless misused 用錯了 overused 用過頭 useless 沒屁用 這樣子 alright 好 然後除了剛剛的inflection point gold quiet quitting之外 還有gaslighting也是 我們大概gaslighting不要說太多了 煤氣燈效應 有興趣的自己去查 我們也做過 然後再來呢 我們講到好幾個 這裡有一段話 我覺得這段話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so the list serves to uphold protect and support excellence in language by encouraging avoidance of words and terms that are overworked redundant oxymoronic cliché illogical nonsensical and otherwise ineffective baffling baffling or irritating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好你看講了好多詞 來我們都一個一個看一下 所以它會編出這個清單 是目的是要來服務一個功能 so the list serves 那它的功能就是幹嘛呢 用不定詞繼續接下去 so serves to uphold uphold uphold就是把什麼東西給高舉 或者是保護 protect 或者支持我們的語言的這個精妙性 語言的excellence so to uphold the excellence of language or in language ok to protect uphold support excellent excellence in language 那怎麼樣去做這三件事情呢 就藉由by 藉由encouraging 鼓勵 鼓勵回避 以下這些詞 so by encouraging avoidance 所以encourage是鼓勵 鼓勵什麼呢 鼓勵你去躲開它 encouraging avoidance of 下面这些 已經這樣這樣這樣的一些詞 所以 avoidance of words and terms that are overworked 所以跟剛剛的overuse很像 redundant就是 跟沒有用有點像 像我們說人力資源你是個容源 容源就可以就說它是一個 redundant的一個human resource 所以redundant就多餘的 醉的這樣子 oxymoron是很有趣的一個詞 我們要看 oxymoronic oxymoron 如果你只拿moron這個字出來 就你是白痴低能這樣子 ok 智障 oxymoron倒沒有那個意思 它的意思變成了矛盾修辭法 矛盾修辭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一個概念 因為語言本來就很有趣 那我們講幾個所謂的矛盾修辭的例子 然後包括這邊有 awfully good if something is awfully good you know it's good ok 可是awful這個字本身是糟糕 所以糟糕可以來修是good 矛盾修辭 awfully good bettersweet bitter是苦 sweet是甜 所以如果一個東西又苦又甜 是不是聽起來 yeah 所以我們常把這個詞來描述回憶 覺得這個回憶又苦又甜 真的啦 很多人 很多事情給你的都是又苦又甜的回憶 so bittersweet memory 這兩個字常走在一起 而bettersweet是一個字 bettersweet memories 再來 same difference 兩個東西有著不同 而這個不同是同樣的不同 那同樣的不同 這就是矛盾修辭了 因為同樣是同樣的 那你又講不同 那不是衝突嗎 right 好下一個字也是 這個時候中文感受不出它的奇怪的感覺 可是英文你往深處想是有的 copy這個字 其實就已經imply 它是一個副本 副件 OK 副件聽起來怪怪的 副本 就是一個東西的 複印拷貝的概念 拷貝這個字都是copy 直接翻過來的 我記得 那我們中文叫正本 可是你在英文裡面 你講original copy 它就已經是矛盾修辭了 因為original就是原本 真的就正本的概念 但是你丟了一個copy這個字進去 它就感覺不是正本了 所以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還有下一個 deafening silence silence是沉默 deafening deaf是龍字 所以震耳欲龍的沉默 這聽起來中文也很奇怪對不對 可是反正矛盾羞恥 還有活死人 living dead 如果你看金庸的小說的話 活死人之墓 王重陽對不對 所以living dead 這兩個字矛盾的 還有再來舊新聞 如果今天這是新聞 那就應該是新的 你用一個舊來形容它 矛盾修辭 修辭 old news 所以那個誰交女朋友了 oh that's old news I already knew old news ok 好 所以這幾個詞看一下蠻有趣的 我的筆記好像到這裡而已 那也不錯 可是我們再多看一些些好了 對不起 而且我剛剛這裡還沒講完 所以oxymoronic是矛盾的修辭 cliché是承槍爛調 所以很多承槍爛調的東西 他們不希望用 eological是不合理的 不合邏輯的 nonsensical是不合理的之類的 所以這些詞就會讓人家覺得 沒有用 ineffective baffling 令人說不出話來 irritating 讓人家覺得很煩這樣子 好 Alright 然後其實我還有想 一個地方很想看一下 因為它後來有列舉了 還有一些其他的這樣子 時間夠不夠 看一下好了 看一下好了 所以還包括有 這邊剛剛幾個 gold inflection point quiet quitting gas lighting moving forward 也是 我這個還蠻想聽得到的 so moving forward we're gonna do some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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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forward 從這裡往前走 我們要做什麼改變 moving forward 連amazing都已經讓人家賭爛了 讓人家討厭 amazing 所以很常聽到 對不對 oh that's amazing 可以不要用了嗎 聽得真的耳朵都膩了 這樣 耳朵不會膩 耳朵流油了 我好像蠻常講這個片語的 還有像這個 你說這個合理嗎 does that make sense 這一句話 這一整句話被人家列下來 ok 然後還有像這個 就不管什麼 無論什麼怎樣 其實這個字叫regardless 所以無論你的性別 無論你的政治傾向 無論你的社會階級 你都應該要有投票權 so everybody should get a vote regardless of the agenda occupation ag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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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那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人發明了 irregardless 他可能覺得regardless 不夠有利 或者不夠感覺負面 他就加了一個ir在前面 因為你知道responsible是負責任 irresponsible是不負責任 所以這個ir加在前面 也可以把一個詞變得否定的 所以無論什麼什麼的話 就有人發明出了 irregardless這個字 然後你看這邊講 judges at the university said it's not even a word 這根本不是一個字 這個是人自創出來的 所以你要講 剛說的這個 無論什麼什麼怎樣怎樣 你都有投票權 你要講這樣的句子的話 那個無論的部分 你用regardless 就已經是無論了 沒有irregardless這個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我有 但這裡看到就知道 蠻好笑的 還有absolutely也被列下來了 像剛剛的amazing absolutely 你看這些都是 算是語言癌嗎 或許吧 就我們已經用到 很腐爛的一些詞了這樣子 還有這是一整句話 it is what it is 有時候我都會講 你知道嗎 一件事情就這樣啦 不然你要怎樣 這件事情就這樣了嘛 it is what it is 很腐爛的 很overuse的一些東西 你有沒有會用這些東西呢 不過說真的啦 我們身為學語言的人 同學們 你也不要躲開這些 因為你連這些東西 你都還不會用咧 你躲個屁啊 所以我給同學的建議 反而是 這些你就學起來用吧 因為你學起來用了之後 你反而會讓人家覺得說 哇 你的英文 會用這麼多腐爛的東西 那還真是good for you 所以人家想要把它 努力丟掉的東西 我們其實應該要先把它 努力撿起來 那或許你到我這個程度 你再把它丟掉也OK 因為其實像我在寫東西 或什麼的 我的確可能會躲開一些 比較clicé的東西 然後會用自己 用一些比較創意的方式 去寫一些 已經比較舊的東西 可是這個又是一個中英文 我覺得差距很大的地方 有時候我們會 中文好像 我們有時候會講說 我如果用一個成語 四個字的東西 能夠把一個 很囉嗦的概念 很簡化的告訴你 然後跟你溝通 所以很棒 所以我們成語用的好 事實上表示這個人是 很了不起的 但是在西方社會裡面 我覺得蠻兩極 有一派說法 就這個是 我記得是George Orwell 還是誰 就他很強調 我們不要用這些成語了 因為成語就是 扼殺創造力的一個東西 你如果想要去描述一個東西 用創意的方式描述的話 就丟掉已經既有的成語 這是一派說法 可是說真的 以我現在觀察英文的狀況 很多成語用的好的人 我還是很佩服 我也會覺得說 在一個地方 是才是所的 拿出一個成語 來很精準的 precisely去描述一個 City Vision的時候 我覺得很棒很厲害 我也會想要試著學著用 但這邊舉的一些例子 是我覺得也真的很不錯 像Absolutely 真的Amazing 真的聽得是蠻爛的 就是蠻蠻蠻膩的 就是 好了 後來啦啦啦啦講了這麼多 不好意思 沒有教太多的英文 但希望今天有給你點什麼 我覺得今天的內容還蠻多的 說真的 好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